大家好啊 全球首例诸肾移植患者啊 手术后两个月后啊 假喝吸去了啊 他这个原因呢 并未公布 他这个家人呢 发生了 感谢大家收看啊 感谢大家订阅 当地时间是5月11日啊 马萨诸塞州一个医院啊 宣布全球首名 接受转基因啊 这个诸肾移植 活体患者呢 在手术两个月后 假喝吸去啊 哎 反正是 从这个今年3月啊 62岁的 这个人叫做 里克斯莱曼啊 接受了全世界 首例转基因诸肾移植手术啊 手术时间是长达 4小时啊 哎 这个医院呢 在5月11日 发布了这个声明啊 也就是昨天 就说 呃 这个 呃 斯莱曼啊 突然就是 假喝吸取 医院啊 对他走了呢 感到非常的悲痛 就是他指出啊 没有迹象表明 他这个走了的原因呢 是间期接受移植手术的这么一个结果啊 具体什么原因走了 尚未公布啊 之前吧 这个 马萨 朱塞州 这个总医院呢 就是说 这个手术医生 他表示啊 他们相信 这个朱身呢 至少可以在他这个体内 工作两年啊 哎 反正这名患者吧啊 有二型糖尿病和高血压啊 曾经于2018年接受过人类肾脏移植 但是五年后呢 开始出现衰竭啊 在去年啊 他这个医生呢 建议他尝试 就是移植朱肾啊 移植给这个斯莱曼的这个朱肾呢 是由这个生物科技公司提供的啊 这个公司呢 对这个朱肾啊 进行了一个基因编辑啊 就是去除了有害 在住的这些基因和病毒啊 并添加了 添加了一些人类基因 反正就是 就是为了很好的提高兼容性吧 哎 就是这个器官短缺啊 反正属于是一个人类所面临的这种问题吧 这个医院表示啊 这个医院 这个肾移植 等候人啊 有1400多名患者啊 就是这两年以来吧啊 各种就是说移植领域 出现了很大的一个突破啊 开始探索 朱器官在活人身上的这么个应用啊 之前大部分人就是说啊 他这个医中移植都在这个脑死亡患者身上进行啊 就是说他这个家人当天回应就是说啊 医生们在这个医中器官移植方面呢 付出了努力 然后这个斯莱曼呢 在人世间多停留了七周啊 斯莱接受手术 这个部分原因呢 是就是为了成为 就是为了成千上万需要移植的人 就是他们生存啊 带来了希望 他能实现这个目标啊 目标 感谢大家收看啊 感谢大家收看 感谢大家订阅啊 感谢大家订阅 拜拜